哎小西 最近你没用过那个洗发水 洗发水 你们洗发水我有带啊 小瓶装的吗 你不是给我寄了一两套吗 然后让小瓶拿过来给我一套 下次你还硬要 是啊 再寄点那个给你用的 挺好用的 就是怕你用完了吗 挺香的挺香的 然后挺柔顺 那基本上出去旅行的话带的比较方便你啊 是 上次我也给了一瓶给他用了 那个怎么样 那个冰霜型的那个 洗了凉快 凉凉的感觉 如果是天气冷的话就不太适合用了 天气热还可以 那不可以吧 对 有一个专门做这个的 做这行的朋友啊 我怕那种洗发水啊 有什么添加什么的 不是比较安全的是吧 对比较安全的 这个都是 经过那个正规厂家 因为他有那个证书嘛 他才会给你上这个链接的 不是随便你去买的 不过我见你最近的话店里面挺忙的 对啊 店里面最近是有点忙的 就是现在你跟弟弟两个人 对跟我弟两个人 能忙得过来吗 有时候忙不过来 有时候会有损失客人 那你跟小萌这边稳定了没有 感情还是挺稳定的 就是 很多以后规划的事情可能没有怎么聊过 我觉得女孩子心思比较细腻 然后稳定的话可以叫小萌一起回来跟你 帮一下忙 两个人距离太远的话 哎呀各种因素嘛 是吧 两个人待一起一起工作一起协作也是比较好的 有时候过年的时候肯定更加忙不过来 过年的话 就像我去年的话我都都好忙 早上一开门就一直忙忙 到晚上凌晨一两点钟都有的 因为做的话太多忙不过来 反正之前有这个想法 我想叫小萌回来一起创业吗 想过 但是没有跟她说 也不知道她愿不愿意吗 我觉得小萌这个女孩子挺好的 又是两边分开太久 确实也不这么好 我怕她在外面被人什么了 有时候也担心到她安全 所以也会的 那么好女孩你不把握住 失去就没有了 作为朋友 这样又是我越紧张了 不知道赶紧给她打电话 可能看一下吧 我看一下这两天跟小萌聊一下 其实不知道她有没有这个想法 不过她那边的工作 如果要是收入可疑的话 哎呀看你们怎么聊了是不是 哎呀女孩子吗 即使在外面收入再高 她也要有个家吗是吧 如果我是这样想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吗 因为工资高 可能想待久点了是吧 但是我觉得想感情稳一点 还是要在一起比较 比较合适 是你看小永跟我在南宁都呆了 相处那么久了确实 但是就是得一起多打 然后距离的话也有产出美嘛 但是你也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真的没有安全感 哎主要是我这边有电 以后技能关门也不好 是吧 是是像小永他还不同啊 他只是觉得就是为了追求你 去一个远地方 大概一年半年他都无所谓 是吧就像我们的话 不一样的 已经开了电影没办法 你只能以电灵命为中心 感情也想去努力去把它抓好 嗯就是怎么说嘛尽量嘛 是吧 是 反正你这样说 我觉得确实是要 如果真的想在一起的话 就谈一下以后的未来吧 是吧 是那你心目中 嗯就想说以后的另一半一直在身边帮忙 当然想的对不对 嗯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如果是在一起 男女朋友也好或是夫妻也好 能够骑行的话 我觉得这个店他可能目前是小店 嗯如果是能骑的话 可能这个店会开越越大碗的 我觉得是吧 有一半能鼓励的话可能就不一样的 嗯自己的话可能就辛苦一点 就这样的 是当然可能 可能创业嘛 也想给自己另外一半更好安全感 对 如果是能够一起回来的话 那就把这个店还大点了 嗯 这是目标 是吧 反正就加油吧 上次 月亮也问我到时候你多记一下 我也让他用一试一下 嗯可以啊